为协助15至18岁生涯未定向的青少年找到希望及自己的未来 新北市教育局携手进化社会文教基金会 特别规划HOP青少年就学就业关怀计划 并且还为友善企业举办感恩活动 安排学员上台分享参加探索课程的收获心得 前辈都很热心且认真的指导我 让我感到特别安心 谢谢这个方案让我可以体验到许多不一样的工作 让我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感谢新北市教育局 进化文教基金会 还有所有商家 花时间花心力 给我们帮助 给我们支持与鼓励 上班的时候 偶尔也会遇到一些 一直鼓励我的客人 还有有趣的同事们和老板 谢谢老板和基金会给我的帮忙 让我学到很多新的事物 让我有钱花在有趣的事情上 能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和家里的生活费 这项关怀计划从心理家庭经济等层面的关怀协助孩子就学之外 更寻求可提供实习机会的企业安排工作体验 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 今年集结公民团体一起合作规划一系列的课程 让陪伴更具有自我生命互动的意义 千多位的孩子给他最大的支持光怀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陪伴光怀 第二个是生涯探索 第三块是工作体验 所以这三块我非常谢谢我们在座所有的企业 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所有的老板们 给他们不管在陪伴也好关怀也好 甚至给他们早一点找到他们的自趣跟性向 能够提供他工作的体验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大的功能 对他们这些孩子帮助非常大 参加计划学员代表 在会中还正与六家付出心力的友善企业家 代表亲手制作的感谢牌 向他们表达最真诚的感谢 交易局强调 未来将持续用跨局柱和民间公益的力量 资源辅助 作为青少年成长最坚强的后盾 记者黄又贤新北市报道